没有哪一对明信的结合 像郭比婷和向左 从相识到相恋 从热恋到举办婚礼 从怀孕到即将生育 感情进展的每一部 几乎都曝光在大众面前 任人凭说的 早在2016年 向左 和郭比婷就相似于巴黎时装周 当时的两个人只是点头之脚 两年以后 他们重逢在真人秀 最美的时光 本来是一档亲子类综艺 播到后来 变成了向左和郭比婷的相恋节目 向他成蓝毫不掩饰对郭比婷的喜爱 想让他做女儿 更希望他做儿媳 向太能不停地夸赞郭比婷 甚至比向左更早地喜欢上郭比婷 极力地撮合两个人 不少网友也助力 觉得两人十分般配 希望两个人能够在一起 节目结束以后 郭比婷和向左 一再被拍到同框出游 两个人恋爱的消息 甚嚣尘上 两人没有回应 直到2019年3月 公开了向左与郭比婷的恋情 定情之后 向左与郭比婷 参加了女儿们的恋爱 和我家小两口两档爱情综艺节目 节目中的两个人 从开始的满眼心心 到中间的偶有摩擦 到最后的成功磨合 甜腻的恋爱 经过尽收观众们眼底 从一开始的不被看好 到最后的浪漫婚礼 海量祝福 她们的爱情 离不开向太成蓝的神助攻 和网友们的撮合 向太毕竟是一个经历过 大风大浪的成功女人 约人无数的向太看人的眼光 向来很独到 郭比婷之所以能够被向太喜欢 可见她的人品 一定非常不错 郭比婷曾经自曝 她出道的原因很特别的 当时自己初中毕业 为了表达对母校的思恋 毕业生要拿着蜡烛 绕着学校走一圈 可她呢 却把一个同学的头发给点着了 为了补偿这位同学 她答应满足同学的一个要求 而那位同学 奇葩地说想当她的经纪人 后来还经常给她化妆拍美照 还把照片送去参加比赛 毕业的时候 大家都要拿个蜡烛 来绕着学校一圈 然后来解释我们 对这个学校的一个念想 我就拿蜡烧烧了 我同学的头发 我同学就开始威胁我说 你太过分了 你得答应我这件事情 我说啥事 他就说 他就开始说 我要当你的经纪人 真的假的 开始就帮我化妆拍照 然后帮我的照片 投上各大的比赛 天哪 结果啊真的成功了 郭碧亭18岁时候 就有人找到他 为陈奕迅的圣诞节拍摄MV 于是郭碧亭顺利出道 之后呢 他拍摄了很多的作品和广告 24岁的郭碧亭 因为一支 一打口香糖的广告 让他的事业有了一个高潮 广告播出以后 他便成为了家喻户晓的 一打女孩 再后来 他出演了电影小时代 饰演男乡这一角色 获得了无数粉丝的追捧和喜爱 女神形象就此稳固而高大起来 与此同时 让他的演艺事业走向了巅峰 在综艺节目当中 郭爸爸好奇地问郭碧亭 向左哪方面的优点 最吸引你啊 本眼奶黄不吵不闹 乖乖地待在爷爷怀里 而郭碧亭向左夫妇 则是走在后面 郭碧亭还直接光着脚丫子 走在鹅暖石小路上 而一旁的向左呢 则贴心地帮他拎着鞋子 陪伴在旁边 这一家子真的是很幸福了 小奶黄含着金汤少出身 成了万众宠爱的小公主 而郭碧亭一直被外界质疑不幸福 看到向左帮郭碧亭拿鞋 就知道向左还是非常宠爱郭碧亭的 看来郭碧亭是嫁对人了呢 看来郭碧亭的小公主